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你這麼多年 你覺得最感動你的拍拖事件是甚麼 最感動我的拍拖事件 其實很容易 我覺得那人只要了解我 可能會做一件很小的事 假設我有提過想吃管制池 如果你將來買給我的話 其實我已經很感動了 因為你要記得我一句閒話 然後你將來會去做 愛情的路上 女生都希望像童話中的空主 和王子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 可惜42歲的拿督千金莊斯敏 癡心挫苦 兩年半前 和她拍拖只有半年的 台灣珍珠奶茶店老闆楊炳日閃婚 當日南方順勢旦旦 承諾會一起移居上海或香港 誰知反口 還有到她提出離婚兩個字 充斥了這場短暫的婚姻 當日結婚前 大家的意願和協商 都說一起去一個 內利的城市 因為那時候會搜尋上海 因為她以前在上海做過事 我自己有很多上海的朋友 而上海和香港也很接近 生活的模式 吃的東西都可以比較容易適應到 當時會選擇上海 其次就是香港 因為她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 所有事情好像很理所當然地會發生的時候 原來她在過去一年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上有轉變 而到最後她拒絕了離開她的城市的打算 這也是最致命傷 因為我在結婚前也說過很難在台灣生活 因為台灣我完全不熟悉他們的 例如我在做娛樂 我在台灣完全不熟悉他們的娛樂圈 他們的娛樂事業 你說要在台灣做一門生意 我又想不到可以做些什麼 到最後就因為這個定居地 談不到 也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定居地的爭執 衍生到原來之後大家是很多價值觀上的不一致 原來距離已經越遠 所以最後就選了分開